上一次6月17日,今天6月23日 我們這個團體主要是拍電影 我們其中一條主線根就是根、舊區、重建和更新 我們就遇到很多基層市民,令我們對選舉有些看法 我想分享17日和23日我們幾個朋友都在這個範圍 和很多市民做過訪問 我們就主要問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除了投票之外 你覺得一般的市民平時在生活裏面可以做些甚麼 可以幫助建設民主社會呢? 所有人都停一停,然後就回答 我們多點參與,多點看報紙,多點關心 我在想,你的日常生活都挺有趣 你的日常生活就是多點政治參與 只要戒定 其實我在想,我原本以為有些人會回答我 他份工、他間屋等等 結果,無一例外,幾十個人回答我們 應該沒甚麼人回答過這些問題 即用那些方法回答他們 我舉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一個舊區,你作為一個租戶 即低收容的租戶 你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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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如果你說要去天水圍 而他又回答不起西鐵的話 他每天可能多花了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甚至三小時的時間 我想強調那個時間的問題是甚麼問題呢? 就不是一個方便的問題 而是一個人,他的生命裏面 每天不見了三個小時 那三個小時是要付車錢的 而且那三個小時裏面 他是做不到其他事 他無法和家人相處 他無法做自己的事 一個人的生命 每天不見多了三個小時 而他無權話事 這是甚麼呢? 這個很現兜兜的 就是他的生活裏面 他掌握不到自己的生活 甚麼是人民當家作主呢? 人民當家作主就是 連這些基本的事都掌握不到 那這些是甚麼呢? 但我很奇異 就發現每一個接受訪問的人 都沒有任何不同 一些很日常生活有關的事 當然如果社會是進步到 政治參與就是日常生活一部份 那我當然是覺得很happy 真的很好 但我反而多些是覺得 大家覺得出來參與 就很少再想回日常生活 他面對的他份工作 他住的那間屋 這些那麼現兜兜的經濟 日常生活的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 我問了又好像很難回答 大家都很無力的 就是 喂好了 我當日真的普選吧 那你選了那幫人進去了 以後關門開會也好 打開門開會也好 那你選他進去就四年了 四年裏面 你怎樣去嘗試監察 或者擔保那個人 他不會轉軚 他不會做些違背你議員的事 他不會違反他的承諾呢? 基本上任何一個接受訪問的人 都是任何回答不到這個問題 都會覺得 蛤? 選了他出來嗎? 相信他吧 那不是你爸爸 也不是你男朋友 你相信他不行的 你是選他進去 之後會決定一些全社會的事 你不只是跟他相信 另外 另外 有些人最厲害的就是 提到 機制裏面搞個霸面的機制 讓他做得不好 我們可以拉他下來 但這又有一個問題 又或者 有一些市民 就會馬上很無力 就跳到 他如果不聽我們的話 那我們上街示威 那些集會的遊行 那樣 大家都會看到 有一種很無力的感覺 就是你選了那個人出來 那四年做什麼呢? 你是任何任他原錄的 然後呢 你就等四年之後 希望選走他 但是呢 我想提大家一件事 四年是一個不短的時間來的 如果這四年內 已經通過了最低工資是20元 這個造成的傷害已經超大了 那四年之後 你是賭不回來 是很難解僱的 那如果說一下 比如前陣子大家關心的 一些 就是蔡炎村 或者重建的街坊 四年之後 他都不知道被人扔去哪裡 就是你不是等他四年 然後他失去了 那你就再選過 那你再選過 那你再選過之後 又不知道選了那個什麼人 又四年了 那四年又四年 人生都沒有幾個四年而已 那於是大家的那些決定 就不知道在哪裡就流走了 那現在其實我們不是雙體 我們不是相中一個人 然後交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讓他有得到的東西 那就算是你說你雙體 你也有很多機會 那個人旁邊 你會看著他 有一個值得你信任的人 你才決定為他結婚 那但是呢 以原來那些人 拿著全社會很重要的物落 那些人 那些人 如果你有得到他 這樣四年在裡面 就是做什麼你都沒有辦法 那你會很慘 那就算你用一些最保守的 代理政制的政治理念去看呢 代理政制如何有效 如何有效 就是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公民社會 強而有力的公民社會 強而有力的公民社會是什麼呢 就是不是那麼容易 被人喊兩句 你就會覺得 是喔是喔的狀態 亦都是呢 很容易可以組織得起來 展示到一個制度的另一個狀態 那這個就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公民社會 那當你沒有能力 監察你選人去那些人的時候 其實你選他人去 我們只不過把那些統治者的人數加大了 由一個變成十個 十個變成四十個 四十個變成公十個 正如他們很喜歡說呢 民主不是說成分的 是要說真正的民主 那如果你要說真正的民主 你就不是靠裡面那些人 而是要令裡面那些人 真的怕我們外面那些人 那才有用 那為什麼會怕你外面那些人呢 就是你們可以組織 你們不是紛紛散散地去找 如果你只不過是屬於這個區裡的小數人 對於一個議員來說 他不需要理你的 因為那些小權根本不在你當 又或者我們依一些很窮款的租客去見議員的時候 我們遇到另外一種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因為在迫害那些窮款租客那些 那些地產商呢 就是那個區裡面 很多同大廈的業主流 和發團主席 好了 那我們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有錢人嫁給窮人的問題 就是很為原始的這些問題 那去到那個情況又怎樣呢 那個區議員說 喂 我很尷尬喔 那你被他逼走了 你就不是我的選民了 但是他就永遠在那裡 那個業主流的發團主席喔 對嗎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正正這麼多種朋友的優勢社群 其實分開來的時候 都只不過是一些優勢的小數人 第3個問題 我就是問了他們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呢 通常那些人要我問兩次延續 就是呢 好啦 我們現在講投票 我們小數目從多數的用力 但是呢 小數呢 都有分當權派小數 和優勢社群小數的嘛 那如果當權派小數 不用問呢 打倒呢 那優勢社群怎樣呢 當我們所有人拆開的時候 都是要優勢社群的時候 你的訴求 可能在那一刻 那一刻都會自己 要優勢社群的訴求 這個訴求未必可以馬上 那我舉一個例子呢 就是 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就是呢 蔡遙村 蔡遙村 說真的啦 在武雷宮那麼遠 一個山卡拉 地方一條村 如果不是那麼巧 有一些義工 走了去羅區 我這樣是那麼巧 真的那麼巧 有些人那麼巧 看得意之路 那裡呢 可能會被人撐 走下去看看 不是那麼巧有這些人的話 蔡遙村的議題永遠都不會出到來 如果不是因為那六百億 大家覺得很融合呢 可能這個議題都是出不來的 如果我們用一個小數 跟多數人的規則 一人一條 跟多數人的規則 我們怎樣堵足這種制度 令到這些弱勢的社群 不會因為它 只不過因為小數 受害呢 這三個問題 包括你平時日常生活 我們怎樣面對 怎樣去結辭民主社會 第二就是 你就算當你贊成選會 你怎樣監察它 強而有力的公民社會 第三個問題是 叫細社群 即是少數的問題 都是一人一票 解決不了問題 那這些問題呢 我想其實是交給大家 一定要去仔細有什麼的想 那我想最後提一個 都重要的就是 大家留意你根本不站的這個位置 你如果所有地方都是不准站 不准集會 不准問的話 你想要顯示力量 你都沒有地方 這個關於公共空間的討論 聽起來好像很糟糕 那些市民都有回答我 那些市民都有回答我 那說不行 就會遊行啦 去示威啦 喂 但是你遊行示威 你是要受規管的 這個世界那些 可以被人見到你的空間 對於小市民和洪府的人 你唯一 當你受到迫害的時候 你可以被人知道 除了你靠那些 那些公共空間的主流傳聞之外 你就是靠你自己 把你的身體 放在你的空間裡面 如果沒有一個這樣的空間 讓你放在你的身體裡面 你根本連這個渠道也沒有 那這個公共空間的問題 其實就是 我想由天星和洪華塔 一直帶到下來 我們都其實還未解決 想說不開 李祥? 而且 在庭船上 從